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数据现实 上海户籍人口平均寿命达83.37岁 女性85.85岁男性80.98岁 是中国内地最长寿的城市巨细 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 从1990年的75.46岁 提升到2017年的83.37岁 这个数字不仅在中国内地 之前也紧追全球最高人均预期寿命国家 日本的83.7岁和瑞士的83.4岁 华为P30 Pro曝光后置四射 支持十倍光学变焦案产品时间线 华为计划 明年年初 推出新一代的P系列手机 P30系列 P30系列支持五倍 无损变焦前置镜头为2400万像素 不出意外它可能会搭的麒麟980复理器 P30 Pro系列 P30 Pro系列 将采用曲面美人间设计 采用索尼新3800万的IMX607传感器 支持十倍光学变焦能力 背面配备四颗摄像头 其中包括三颗传统的镜头 用来拍照另外一颗 则是3D TOF传感器 这颗传感器可以用来3D人脸识别 3D建模等等功能 另外 华为之前就预告 将会在明年第二季度 推出5G新机那么问题来了 此次既会否在华为P30系列手法 马化腾因游戏身价大涨13亿 重登中国首富 12月21日马化腾的身价 大涨13亿美元 一举超越许家印和马云 重新夺回中国首富的宝座 据福布斯实时排行榜显示 马化腾个人财富日内上涨至357亿美元 约合2462亿元 取家印则下跌至347亿美元 约合2393亿元 二者分别排名 福布斯全球台行榜 第二十 二十一位 而发生这一系列的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游戏版号审批的恢复 这意味着 暂停了八个多月的游戏版号审批工作 将回归成台 金山成立三十年庆生雷军 晒员工大奖三十辆小鹏汽车近日 金山软件举办创立三十周年纪念活动 董事长雷军 亲父会场展开良多 雷军在微博透露 当晚现场抽送了三十辆小鹏汽车作为大奖 即使按照最便宜的月项版来看金山软件 这次解特等奖就好至407万